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三藩斯灣區星島中文電台的聽眾朋友 你們好 外如飛 又回到時事觀察的第二節 第一節就跟大家講了 Now的新聞處理 以下再舉多一個很即時的實例 是跟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有關的 從中也看看香港傳媒如何不盡不實 這個例子同時反映香港有多複雜或難搞 好了 現在我們直合正題 話說在2017年11月25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警察學院結業禮 並且致辭 即晚 星期六晚 以我自己親眼看到的TVB互動新聞台的片段為例 大家可以上網找來看看 片段指集中播林鄭 引習主席八字真言前前後後的講話 主播的簡介 都是以不要破壞警隊聲譽為主的 電視很入屋的 當日肯定是不少市民看過那段新聞片段 片段裡面林鄭說些什麼呢 我要先說一次的 我照讀那個小片段政府發佈的新聞文字稿下 習近平主席在會見我們第五屆政府問責團隊 行政會議成員的時候 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說話 其中有這八個字 觀察媒體的標題就是環繞著 副結業會操林鄭清 不容警言行毋聲譽 之類是這樣定標題的 不少還表列警隊近年的醜聞 而最作實這個內容就是講話的重點 是警務署署長盧偉聰 他在記者追問怎樣看警隊聲譽的時候 就順著記者的引導做Sorry Sir 就說什麼警隊害群之馬一個也嚴多 如果警隊有害群之馬必嚴肅跟進 還說高度重視誠信管理 事實是警隊真的搞了很多以誠信為名的內部活動 還被網民笑過 如果林鄭的講話被反轉 被斷章取義 從而引來某些熱議 傳媒鼓劃之外 盧偉聰的答記者問 也有很大責任 不要忘記 佔中已經過了兩年多了 策劃者和主佬半個都未復發 但是就有八名警員受到困擾牽連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問題不是警權過大 不是有很多所謂的黑警 是社會政治化、刁民化 怎樣嚴正執法才是最大的困難 在上述的這些背景之下 於是面對TVB很入屋的報導 以及盧偉聰的講法 大家當然是會熱議的 而我也打算用節目來回應一下 因為太不合理嘛 那一開工就要讀原材料的了 例如林鄭月娥當日的講話傳聞 一讀之下才知道 原來不是林鄭反轉了對香港實況的認知 講些傷害警察畢業生的說話 真相原來是反轉再反轉了 在香港傳媒斷章取義來促作 具體做法是先來一招 講些不講些來曲解別人的原意 之後再用曲解了的內容去問相關人士意見 如果相關人士順著別人的問題來回答 那未曲解了的原話就會被坐實了 很明顯在警察學院的葉禮致辭事件裏 林鄭是被冤枉的 我有以下三點詳細分析 第一點 在整件林鄭警察學院的葉禮致辭事件裏 政府的新聞發佈部門都要好好檢討一下 我查資料發現香港新聞署 固然是有發放林鄭講話的傳聞 但是同樣是新聞署的簡報 其實是不小心幫助TVB之類的傳媒斷章取義的 因為政府新聞網簡報的245字裏面 有三分之一的篇幅 是講一榮皆榮一選皆選的內容 而另外三分二的文字是幾多人畢業 罪案率數字、投考警察人數等等的泛泛之談 至於林鄭2500字原文的其他重點 例如因應港隊的工作 令投資者喜歡香港的三大原因 警隊將會因應新形勢成立反恐組織 以及林鄭希望警隊有創新性的管理和運作等等 都完全沒有提過 為什麼寫新聞簡報的人 會這樣理解林鄭的整篇講話呢? 是理解能力的水平問題 還是都不自覺受社會塑造的所謂黑警文化影響呢? 不要忘記哦 現在連無線的警察系列劇集 都不是劉德華時代的那些調子的了 是轉而玩黑警情節 這些不用負事實責任的娛樂劇 對香港的影響有多深 大家想想想 第二點想說的是 今時今日的香港 偏頗的傳媒 十居其九的了 有些傳媒 大家猜到 它的辦報老闆是有問題的 整個取向都反華 反回歸 這一類新聞媒體 擺明居碼 是願者上吊一類 你相信你就看咯 對於這種報紙的訊息 是比較容易防範的 另一種呢 就是出錢的人沒問題的 是入面的記者和主播 很多都很有問題 例如 由香港納稅人出展的香港電台 這些通了天是比較偏頗的媒體 我們都比較容易防範的 而最難防範的是 好像TVB之類 處於灰色地帶 可以入屋有入屋本事的媒體 大家不要忘記 以TVB為例 他們剛剛才在習主席訪講 抽起頭條新聞事件裡面 是個受害者 來的 被港台欺負 又被香港通訊局無理批評 你以為他因為身受其害 而有可能撥亂反症了 原來不一定的 原因是 即使TVB的新聞高層 他們不是偏黃的 但是 一大堆記者 都是香港社會 教出來 養出來的年輕人 天天這麼多新聞 上層 怎麼管怎麼看 都可能會走漏眼 在過去二十幾年的政治洗腦之下 以及各大院校傳媒系的導師 大部分都有政治傾向 不少現在二十多三十歲的年輕記者 他們都很可悲地 是人造偏 是偏頗的偏 我意思即是說 沒有天然偏頗這回事 一定是人為的結果 他們是被社會大環境 洗腦洗腦有閱讀障礙的一群人 他們對信息閱讀不公道 都不自知 整個腦裏面的知識系統 都是歪歪的 面對這些未必是收錢 以及有人指使才不公不正的記者 他們的偏頗更難糾正 例如他們可能整個腦都是黑警之類的字眼 於是林鄭月娥那篇二千五百字的講話 他們只聽到入耳是 林鄭末美講一選拘選的百幾二百字 所以在香港 少數居心叨測的媒體操作之所以能夠成功 和大部分記者沒有水平 立場先行是直接相關的 這樣的傳媒生態很難搞的 也都防不勝防 不過幸好 不少市民已經越來越聰明了 某些傳媒只是在這裡自衛長城 節目結束前 我就想講一下 今時今日在香港做官的必要條件 我覺得就是要有底氣 我不會用不懂回應傳媒來形容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的 他的問題不是面對傳媒沒有技巧那麼簡單 處長盧偉聰最大的弊病是沒有底氣 我印象最深的是盧偉聰上任之初就遇到旺角暴動 他那時迴避和卸紮的表現我印象很深刻 盧偉聰當時既不肯定警察開槍有理 還衝口而出說派出太多警察會被輿論批評過度使用警力 由上任的第一天開始 他就擔當不足 奉勸今天體制內的官員 你越沒有擔當 越備事越怕事 就越會是成為傳媒炒作的對象 你看一下陳健波 人稱波哥的立法會議員兼財委會主席 何時有人炒作過他而成功的 好了第二次的時事觀察到這裡為止 我是魚飛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